好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整個圍影步驟的順序 晶圓要先進入到圍影製程之前 首先一個讓它洗乾淨 因為我前面講過 圍影步驟的下一步驟 基本上就是石刻握離子褲子 那如果這時候上面表面有任何圍影的話 在做石刻跟圍影步驟的時候 它就會擋不住圖案 它就會擋到圖案 就沒有辦法完整圖案畫 所以首先要先清醒晶圓 讓那些圍影給清除掉 清醒晶圓懸乾之後呢 要進入到上光阻之前 表面可能會有一些損氣殘留 所以通常會先封烤一下 這叫做浴烤 浴烤就是為了讓晶圓表面乾燥一點 晶圓表面乾燥 晶圓清洗完懸乾完乾燥後 開始要塗光阻了 但是我前面講過 我們光阻跟晶圓的接面 我們很怕它的附著力不好 所以為了避免附著力不好 在上光阻前呢 我們先上個底漆層 這個底漆層就是拿來拿做 光阻跟晶圓的黏著器 避免有一些比如說金屬 金屬表面很光滑 光阻上去的時候不好塗布 所以先上一個底漆層 底漆層上去之後呢 它就可以提供很好的附著力給光阻 所以底漆層上去之後 再把光阻塗布上去之後 光阻就可以吸附在表面好好的 光阻塗布上去之後呢 光阻塗布的時候 是一個黏稠的液體 它是一個勾勾黏稠的液體 因為它旋轉把它塗布上去 塗布上去之後呢 接著軟烤 所謂軟烤就是怎樣呢 把一些水氣彈分給蒸發掉 也就是霧化我們的光阻 光阻塗布上去的時候 是一個黏稠的液體狀的東西 我們要讓它凝固一下 給它稍微凝固一點 所以就用軟烤 這叫軟烤 軟烤完之後呢 接著就送到曝光機裡面 去做光照的對準曝光 曝光光照到光之後呢 晶圓再拿出曝光機之後呢 再送去機台裡面 泡化學溶劑裡面去協議 把塗布外寫出來 也就是將照到光的光阻溶解掉 溶解掉完之後呢 一樣 溶解完之後 協議環節要定 定是什麼呢 把光阻劑給洗掉 因為光阻劑是會10顆光阻的嘛 鞋影劑會10顆光阻 而它10顆掉照到光的光阻之後呢 你要把它重刷掉 重刷把鞋影劑 重刷掉這個故事 稱之為定 就是把影像給確定出定 定完之後呢 接著 會使用風烤 把剩餘的溶劑水分烤乾 就讓它完成變成硬的固體了 因為整個系統現在是自動化系統 什麼叫自動化系統呢 從浴烤到軟烤 曝光之前 機台會完全完全完成 這一步是重曝光機 曝光機完 出來之後 鹹影加地影加風烤 一體成型 在同一個機台裡面完成 完成完之後才去做突然檢查 所以突然檢查是最後 這是半導體內 半導體場裡面 會放到這一步就代表 作者是學校人 因為這是學校才做的事情 學校大家都沒有自動 幫你寫影跟 考的機台就是這樣 人工自己 拿去寫 拿去考 拿去看 那 只要你的圖案 發生錯誤 就要重曼 就要把光族洗掉 整片石的藥重曼 那所以通常在學校 如果是需要做實驗呢 在進考之前 會先做圖案檢查 因為圖案檢查 只要沒有過 你已經考慮一次白搭 還是要整個洗掉 所以突然檢查 會再進考前 這是在學校的時候 因為學校的時候 都是人自己去曝光 自己去寫影 自己去檢查 自己去烘考 但是自動化機台呢 這些步驟可以同時一起完成 完成後再去檢查就可以了 所以自動化機台 現在突然檢查 最後 好 講到這個大概步驟 複動呢 記得要開始進去看 裡面的每一道步驟 它的流程是怎麼樣 要先清洗 清洗就是表面要處理乾淨 然後呢 浴考 然後表面塗乾之後 浮光阻 光阻塗乾上去之後呢 是軟的 是一體狀的 要先讓它變成複化 蒸發一個複化 然後對準複化到複光機 複光機 複光機完之後再回到自動化機台 怎樣呢 曝光機之後呢 要反正直接寫 要反正是什麼 前面講過 化學增強 赤光處就是怎樣 鋪完工作不急著寫 先烤一下 讓它光酸繼續擴散 完整的化學環境 就會加這一道 這一道呢 看是什麼製程 有的製程有的製程 不見得會有 option 鞋飲完之後呢 鞋就是定考 鞋飲完 鞋飲定會再成為不完整 鞋飲完就是噴 鞋飲機下去 溶結 溶結完之後呢 再從一個地方 改噴水 就是一個噴頭是噴鞋飲機 鞋飲機噴完之後呢 再換一個噴頭噴水 把鞋飲機給沖掉 沖掉完之後呢 接著懸乾完 懸乾完就送到硬紅桃 去把它偷開 烤乾完之後 那就是光學檢測 ok的就是送去10顆 或者送去1次不是 如果不換不ok 把整個光阻撲料全部重來 而光阻撲料呢 基本上有兩種東西可以撲光阻 光阻是有機物的 前面介紹的酸解裡面 具有機物的是什麼呢 又是硫酸 sbm 很好用 硫酸是硫酸嗎 各位 秀口融化 又不用 但是硫酸又會去金屬 所以如果你下面的 下面的材料有金屬的話 就不會用出硫酸 因為知道那個材料有被去除掉 所以另外他們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用丙酸 丙酸是什麼呢 丙酸就是去光水 就是你還在塗指甲的時候 指甲油要去掉的時候 就用這個丙酸 去光水去除掉 丙酸也可以去光阻 把光阻去完之後呢 再重做在這邊 如果塗完以後 所以課本舉一個例子 假設今天molspate molspate的雜跡要圖案的話 這是molspate的isolation 這是molspate的gate asset 這是molspate的gate 它是用多金屬的雜跡 開始要拿圖案框 現在還是一整片的多金屬 我現在去除雜跡出來 怎麼做呢 一樣 清洗完之後 烘烤乾完之後 上底溪層 底溪層上完之後呢 上光阻 光阻上完之後呢 欸 光阻上完之後去軟跑 軟跑的過程 因為他跟老手水分會被蒸發掉的部分 所以他有機會變強 因為水分蒸發了嘛 他乾了嘛 Danson會變大 力度會變高 所以他會變爆一點 然後呢 送去曝光 曝光的時候上面有光照來擋光 所以你要留下來 留下光阻的地方 就是雜跡的長度 你要曬光 其他地方就是透光 然後照光 照光之後呢 要留下光阻的地方 就沒有被照到光 就是有圖案的地方 就是留下光阻 沒有圖案的地方 就是不留下光阻 照光之後呢 他就會產生光鑽 炒成光鑽之後 就過白發學點擊 照完光之後呢 你可以烘烤 烘烤就剛剛講的 要增強化學性光鑽 就是增強他的化學環影 護完光之後 烤一下可以增強他的化學環影 然後呢 接著去做血液 血液就是溶解掉 被照到光燈光鑽 血液完之後 沖水定 把多餘的血液劑 全部沖掉之後 懸乾 懸乾完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烤 把剩餘的水分烤掉 把它變成純固化的東西 就把它固化 就會叫做硬烤 硬烤就是把它固化 好 必然的話他要更清楚地固化他 好 那這時候就完了 固化 接著就可以送去一點石殼 送去到石殼機台的地方 石殼機台就是 他就石殼多精氣 而光主就會阻擋石殼 所以多精氣就會被石殼称 一個game出來 好 就會石殼出來 所以 現在一步一步來拆解 第一幕晶圓清醒 如果晶圓表面有污染物的話 你會聽到到後面的曝光 就算沒有污染物 表面也應該要清洗乾液 才可以提供比較好的附著力 提高好的附著力 所以 一開始進 廣光前會清洗 而這個清洗需不需要用RCA 不見得 有的時候有更多時候只是怎樣呢 只是用超純水沖沖 把一些粒子給沖刷掉 然後懸乾就可以了 不見得會經過RCA 不見得會開始打一道閃 打一道閃 然後呢 最主要是要去除表面的粒子 因為如果 既然表面有粒子 你在塗布光主的時候呢 它就會讓幾個地方 造成有貧厚 有針孔 也就是光主在的地方就被包住 它會被你的刻意擋住 諸如此類的 它就會產生缺陷 然後呢 光主在清洗完之後呢 就是要先把表面給乾燥 把表面的水氣、濕氣給空烤掉 乾燥的話 你就可以想是乾燥 那這一步通常都在 150到200度C 烤了兩分鐘 那實際上只要超過100度C 放下去水就會蒸發了 所以乾燥只要超過100度C 就夠了 超過100度C 基本上放一分鐘 其實30分鐘多天 去看你的要求有多性質 它根本這邊這樣是150度到200度C 烤一到兩分鐘 這只是為了烤乾而已 因為前面它有在講水 所以你把水分烤掉 烤乾之後呢 接著塗底七層 底七層的材料 叫做六甲雞二物丸 聽起來非常高 超水準 沒有人在背這個英文啊 你想要跟他學你的英文多強 所以大家在背下來 縫字 真的 我們就直接講HMDS 底七層是使用HMDS 最強的就是HMDS HMDS這個底七層 是什麼上去的呢 HMDS會把它正氣化 你會在一個150度到200度的烤箱裡面 通過HMDS HMDS很容易揮發 在150到200度C的情況下 HMDS就會變成正氣 那你的鏡子在裡面 就像吸三溫暖一樣 你進去之後呢 它的正氣 裡面都是HMDS的正氣 而鏡源的表現是在加入文盤上面 或是在烤箱裡面 通常是用烤箱啊 不用加入文盤 我如果在裡面 裡面有正氣 那正氣自然就會附著在鏡源的表面 你就曉得 這個槍體裡面有很多正氣 鏡源一進到這個槍體 當然 鏡源先進這個槍體 拆同HMDS 因為HMDS對你的體驗不好 所以通常不會亂噴 通常是怎樣呢 槍體打開的時候 你也沒有HMDS 裡面會抽真空 避免槍體打開的時候 HMDS會跑出來 所以 HMDS平常都是關著的 你的槍體打開來的時候 晶圓放進去 槍體關起來 然後抽真空 然後槍體裡面是熱的 是150度以下200度以下 然後再把HMDS的 它比較是水容易 它比較是容易狀態 然後它跟這個槍體 是有一個管線線的 把這個管線一打開來 裡面會有高溫 這裡的HMDS 就會受到這裡的高溫揮發進去 揮發進去就變成蒸氣 蒸氣狀之後呢 它就會附著在鏡源表面 所以它是利用蒸氣來 突破在鏡源表面 然後突破到鏡源表面之後呢 時間夠了之後呢 就要把那個 HMDS的管道關掉了 管道關掉之後呢 它在等一段時間 它要出蒸風 把剩餘的HMDS的蒸氣給戳走 戳走之後呢 才可以把槍體打開來 晶圓才會拿出來 繼續手機來拿出來 好 好 拿出來之後呢 接著又開始要上網桌 當然拿出來之後 要讓他們量一下 因為HMDS是在150度到250度的 溫度左右去上 所以拿出來之後呢 要先讓他拉量一下 回到室溫之後呢 再手機去掛住 好 那關主呢 會覺得怎麼樣 晶圓放在轉盤 轉盤中間會有個吸孔 吸孔呢 這裡會有幫助抽真空 晶圓一放到載台上面 載台抽真空 就把晶圓給吸住在載台上面 然後關主從正中央 金融噴嘴塗到中間之後呢 她就開始旋轉 塗了再旋轉 不是轉了之後再躲 轉了之後再躲 然後圖上面滴上去 滴大約50塊英力的大角之後 她就會旋轉 一旋 馬上就 整片都是光組 她是用旋轉的方式 然後呢 所以 晶圓是放置在具有真空吸盤的轉軸上面 然後在高速旋轉之後 她可以吸入晶圓 把機械的光組 滴在表面的時候 你心力就會讓她散步到整片光組 而散步到整片光組的時候呢 接著呢 開始就繼續旋轉 然後旋轉可以控制什麼 最後的光組的終極厚度 由誰來決定 由轉速所決定 轉速越快 你心力越強 被甩出去的光組就會越多 那你光組的厚度就會 就會越高 轉的越慢 比心力比較 力量比較小 那甩出去的比較少 那光組的厚度就會比較厚 所以 基本上 你用轉速 還有轉的時間 來控制厚度跟均勵度 所以 這個就告訴你 這就是不同的轉速 好 同一種光組 轉速越快的 會越廣 轉速越快的會越廣 再來 它也跟黏字係數有關 我們都知道 黏字係數越大的 它就不容易被炸掉 黏字係數越大的就越高 它的 就是吸附力越強 它就越不容易炸掉 所以 同樣的轉速 你選用普通的黏字係數的光組 它的附著力越強 它的後部就會越厚 那同樣的黏字係數之下 轉速越快 它就會越薄 所以 光組的調配 是有配方 有比例 以及它有對應到的 對應到的程式 對應到的程式 一般公組的厚度 都到麥坤級以上 一般公組的厚度 都到麥坤級以上 但是走到先進製成元件的時候 無萬化越來越小 我前面講過 光組就要越薄 其心路太越好 所以呢 現在的現金智能技術 光組都不到一般公組 都不到一般公組的 大概只有 五百年都民客一下 五千年從 裡面 光組 所以 光組的厚度跟什麼關 黏字係 表面張力 其實這兩個差不多了 黏字係不同 你不要被張用通 暫停 轉速 加速度還好 其實最主要是 控制轉速跟時間 這裡才是我們一般 在控制的主要在調整 其他的都是 直接拿到最大的 你說光組選定的就固定了 然後呢 加速度就是 你的轉速 從零到 一千轉到兩千轉 中間要幾秒鐘的時間 這個還要 這影響力不是很大 影響最大的是什麼呢 影響最大的還是 一次轉的轉速 好 那加速度影響比較大的 距離度 如果你一開始轉太快了 如果他黏字係數不夠強 你一開始 零到一千 瞬間在一秒內完成 就轉下 那光組瞬間就會 直接選空的懸掉了 那他就沒有辦法 佈在整片光組上 所以一般加速度 不會讓他太快了 就是 他不是法拉力 零到一百公里 只要三秒內 沒有 好 他不會加速得這麼快 我們會給他 適當的時間 讓他可以加速上去 確保什麼呢 在加速的過程 是要確保讓公主 大致的均離分布在整個經驗表面 所以呢 基本上旋轉 我會一次到位 他會分兩階段旋轉 第一個轉速是比較慢的轉速 我從零開始轉 轉到一千轉 一千的RPS 每一秒 每分鐘一千轉 RPM 每分鐘一千轉的話 轉速比較慢 他可以讓你什麼呢 光組大致的先 均勻分布在裡面 人人有分 之後呢 這個可能來個 三秒到五秒 可能五秒左右之後呢 現在就開始第二轉 升到最高的轉速 可能是四千轉 或四千五百轉 這時候的轉速就是來控制我後 所以一般的旋轉 會分兩階段旋轉 第一旋第一轉速比較慢 第一階段的一秒慢 是會讓你公主 均勻的先圖布在表面 接著推到高速的第二階段旋轉 那個就是來控制薄墨後度 薄墨後度 所以你會看到 基本上時間跟轉速是 會先上升到第一階段的轉速 再上升到第二階段的轉速 來 讓薄墨的後度 控制後度 然後最後再停下來 那停下來的過程中呢 首先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光阻在突破的時候 你會看到 晶圓 整片晶圓 甚至連晶邊 就是晶圓的旁邊 都會震得到光阻 而我前輩講過 光阻在突破上去的時候 它還是個 濃稠離開中的東西 而 晶圓在移動的時候 是用機器手臂 去承載它的 所以這時候 你在旋途它的時候 你的晶兵也有光阻 如果這時候 用機器手臂去夾它的話 那機器手臂 是不是就會震到光阻 那它在先夾下一件晶圓的時候 機器手臂邊緣就會有光阻 對不對 而光阻只要乾掉 就會變成毀力 那就不好 所以 在突破完的時候呢 宣布完之後 機器手臂 要夾它之前 要先做一件事情 洗晶邊 要把晶圓周圍 邊邊的光阻給食喝掉 這樣的話 機器手臂去夾的時候 才不會碰到光阻 所以呢 在突破光阻的時候 會有一小細節 也叫做洗晶邊 叫做EBR 洗晶邊 EBR EBR叫做 邊緣球狀 霧移除激素 那EBR是怎麼做呢 那EBR的過程是 這個CPU 它的資訊是說 經營人最特別的地方 它會碰溶解光阻的 溶進溶劑 那 噴在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這叫射擊猴 因為它會溶解光阻 如果你的角度不好 它在噴的過程中 彈到裡面了 那晶圓就毀掉了 所以它的角度要控制住 它洗晶邊只能讓光阻往旁邊洗掉 不能往裡面洗掉 很危險 所以洗晶邊是很高速的技術 所以你會看到 光阻塗不完之後 它就開始噴EBR 就是溶解光阻的溶劑 把邊邊洗掉 所以晶圓的最外圍 一圈是沒有光阻的 這樣洗手臂去夾大的時候 然後才會弄髒氣吸收臂 好這樣子 所以 旋塗完之後 洗晶邊 用EBR去洗晶邊 好 晶邊洗完之後呢 光阻終於上去了 但是比較強調 這時候光阻還是一太狀的 光阻的土布上去還是一太狀 所以要先送去HOPCAR 而這時候HOPCAR呢 大約用90度的溫度 不會用亂來 90度的溫度 把水性先暫時給蒸發掉一點點 讓它 怎樣呢 讓它步化一下 讓它凝固一下 所以光阻土布之後 會加熱驅除內部的容器 讓光阻從液態轉成固態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呢 也可以增加 光阻在晶邊表面的吸附力 可以加熱 讓它凝固並且吸附住 那如果烏烤不足 或者溫度太黏 或時間太短 那附阻力不夠 可能就會剝落了 所以 這個稱作為軟烏烤 之所以叫做軟 是因為它的溫度只有90度 後面還有一個叫輕輕烏烤 它的溫度叫120度 所以相較120度來講 90度就是比較低溫點 所以比較低就叫做軟 比較高溫就叫低溫烤 所以這裡就叫SOFT 軟烏烤 那軟烏烤的過程中 如果你烏烤太多 你的溫度增發到太多 就會讓你的感光劑失效 變成什麼呢 照動光還可以發生化學反應 可是你烤太久了 那個感光劑都已經被你烤焦了 或是烤焦了 就不會發生感光劑的效果 所以如果烘烤過度 你的光阻就 你就會讓你去溫度的間接更強 然後感光劑的效果越差 你照到光它都不見得會劣化 照動光它都不見得會斷掉 這樣就造成不光不靈 所以不能光烘烤過度 那烘烤過度就會造成 化學的吹化過用 就不夠好 顯像不足 那一般烘烤呢 有幾種烘烤方式 學校比較窮 就是加熱平板 加熱平板是所有加熱性的最便宜的 就是買個加熱平板 每一次可以烤烤肉 我有人烤肉 有點噁心思 加熱平板 這個東西一萬塊就有 那現在都是使用什麼的烤箱 對於核溫的烤箱 自動化器材裡面 就是有一個烤箱 什麼紅外線微波 這個我比較少見 我看到的就是 直接是這個 跟這個 加熱平板 或是對樓的核溫烤箱 就是一個已經固定好溫度的三分鐘 經緣就送進去加熱 直接溫度就 always 留在那邊 所以經緣循環之後呢 就會送進烤箱裡面 當然它講的還有是什麼呢 有人用微波源 只是這個我從來沒看過 我大概看到就是靠箱 就是裡面就已經有熱對流了 裡面是高温 經緣放進去之後呢 就是讓它在熱風 在那邊吹 熱風吹 吹完之後呢 90度 大約90秒 90度大約90秒之後 拿出來 讓它冷卻 冷卻到室溫的時候呢 就可以送去 曝光機 送到機台就要曝光 所以就要送到曝光機 整個無稱式裡面 最貴的機台 曝光機 以前是靈質 現在是曝光機 曝光機很貴 曝光機很貴 曝光機就開始要對準曝光 那就將光照上的圖外 曝到晶圓表面的光線上面 所以解析度要高 對準也要很精準 然後呢 又因為 現在的曝光技術 跟早期的曝光技術 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是什麼呢 圖案在轉移到晶圓表面的時候呢 有兩種做法 一種叫做接觸式的曝光機 一個叫做非接觸式的曝光機 什麼叫做接觸式 或者是叫做進階式曝光機呢 它其實說出來就是 光照上的圖案 跟晶圓上的圖案 是1比1的尺寸大小 那就有點像概念這樣的形式一樣 光照什麼圖案 直接轉移到晶圓表面 那它是怎麼曝光呢 它是光照跟晶圓 幾乎是接在一起 幾乎是touch到 也就是光照會晃到光景 或者是 就算沒碰到光子 就算沒碰到光景 它也只有一個很小的距離 為什麼 碰到光景最後 因為我們都知道光在經過霞凹的時候 它會散射 所以如果你的光照離晶圓越遠 原本光是打直的下去 經過圖案的話 假設今天這個圖案就是一個方形的圖 光透過方形的圖就會向外散射 對不對 那你如果晶圓離光照越遠 它散射的角度越大 你曝光的形狀就會越摸 那所以 光照離晶圓越近 光一經過光照馬上就打到光主 那這時候突然是最瑞幸的 最漂亮的 就是光還來不及 像四周散射的時候 就直接打到晶圓表面 而且直接碰到光主的底部 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 早期是接觸式光照是什麼呢 光照上的圖案跟經緣上的圖案 是一對一的 一比一的 光照是多少 是多大的圖案 經緣表面就是多大的圖案 這個叫做接觸式曝光 這個光照叫做接觸式的光照 那接觸式的光照的缺點就是什麼呢 因為光照會跟光主接觸 而光主前面講過 它是有幾乎的容器 雖然烤乾了 但是你碰到它 你的光照表面就會 它直到光主 就會沾到光主 那你沾久了 每一片都碰到一下 每一片都碰到一下 聚合二十五片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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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壓到光主 再拿起來 很有可能表面就會沾到光主 沾到光主 再碰到下一個表面的時候 這光主萬一脫落了 它就變成下一個 下片晶圓的趴一口 不然會 或者是怎樣呢 或者是你沾到的時候 你的光在過去的時候 會印象到我曝光 會印象到我曝光的流動量 它會感到光嗎 對啊 所以光照很容易髒掉 那缺點就是怎樣的 你要經常的去清洗你的光照 因為它直接接觸會碰到 所以光照跟光主只要有碰到 在分離的時候就會產生唯一 就會產生唯一 而這個唯一就會連接在光照的表面 那使得你繼續在不使用的時候 就會發生很多的威力 所以這個通常是實驗室在用的 學校在用的 那因為是接觸式的 所以呢 接觸式就是碰到它 所以會髒髒的 所以大部分都不想要直接接觸 是怎樣的 最好有一個小片 這叫做進階式 進階式就是說 所以我不直接碰觸 但是呢 我的距離也不大 距離也不大 只有十到二十個mic的後面 但是只要有多一點空氣 光就會產生多的折射 光跟人大高級跟大高級 就會自發生折射 解析度也比較差 直接接觸解析度比較好 但是會有污染問題 而進階式不直接接觸的話 沒有污染的問題 但是就會有光會散射的問題 就會進階度的問題 但是這些都是 某大指揮元件的時候 才會使用到這種 接觸式或是進階式 他們的特色就是 光照的圖案跟晶片上的圖案 是一比一的 是一比一的 而現在都是使用 投影式曝光機 所謂投影式曝光機是怎樣呢 光照距離晶圓 有一段的位置 而光源呢 經過透鏡 透鏡呢 光是四散的 經過透鏡把光 塑成直線的中序 再透過光照上縮下去 這樣子 這叫投影式了 投影式的好處就是怎樣呢 投影式的好處就是 光照不需要跟光出接觸 而且 它必用透鏡來控制光的散射 因為 凸透鏡可以束光嘛 它可以把光束進來 約束進來 那這個系統會在哪裡呢 這些透鏡的設計 因為你不接觸的話 你的光就要保持它比較外散 所以呢 透鏡不會只有一組 透鏡通常會有好幾組 甚至噗完光 倒在透鏡 還會再加一點合情 這些透鏡光學組就會比較會 就比較脆 但是它的浮光度解析 解析度 而且因為沒有接觸 所以不會有 不會有一個威力污染 那它投影式的浮光器 好 那投影式的浮光鏡 因為可以藉由透鏡 來控制光的行徑方向 跟光束的大落下 所以又開始呢 利用透鏡來做一件事情 是什麼呢 我也可以將我光照上的圖案 給縮小 利用透鏡的方式縮小 就好像有放大鏡 然後反過來用 就可以縮小的效果是一樣 就等於是呢 光透過了透透鏡之後呢 它可以內縮 內縮之後呢 就可以讓圖案縮小 變成光照上 假設是一麥克麗 它可以縮小 隨便來的五倍 甚至十倍 那就變成怎樣呢 你的圖案 不需要畫得很像 你可以利用光學的方式 幫你曙光 讓你圖案 變得更像 那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你在畫圖案的時候 所造成的任何一個誤差 經過這個系統 就會縮小成五分之一 或縮小成十分之一 它可以讓誤差縮小 所以 這種就稱之為 被縮光照 被縮光照 就是將光照上的圖案 縮小後 我 投射到 經過表面 這叫做被縮光照 一般的被縮光照 通常是五比一 或者是十比一 就是將光照上的圖案 縮小到原來的五分之一 甚至十分之一 耐弦壞明的長度 經過透進之後 可以把它縮小到指igt 深品目的 這種就叫做被縮光照 而利用被縮光照 絕對是使用投影式的 因為它的透鏡才能做到 接觸式的絕對是儀 接觸式的絕對是 因為他突然就 他的光沒有辦法再萎縮了 因為他直接接觸了 光過去光照就馬上噗到光中 只有投影式的才可以中間插透鏡 來控制光束的大小 可以變成縮小到原來的鼻子跟死 現在都是使用被縮式光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被縮式光照就變成 光源跟光照之間 會有一系列的透鏡 而光照到 晶圓表面之間也有一系列的透鏡 使得光煞出來之後 經過透鏡變成直化 打到光照出來之後再經過透鏡 縮小化到晶圓表面來 所以你就知道他昂貴的地方 就是在整個機械系統 跟透鏡系統 非常的昂貴 它的好處就是可以讓圖案變相 圖案變相 那通常這種呢 通常如果是使用被縮光照的話 要再搭配另外一個機械 叫做附近機 什麼叫附近機呢 如果今天你不是被縮光照 你是接觸式的光照 光照直接 那如果是接觸式光照 光照的圖案就跟晶圓圖案是這樣的話 那通常光照的面積就會比晶圓的面積來得大 如果光照面積比晶圓的面積來得小 你就等於晶圓有個地方 不會被複到光了嗎 所以如果是接觸式光照 光照的面積會比晶圓的面積來得大 但是好處是你只要曝一次光 整片晶圓就會曝光了 它只要曝一次光就好 可是被縮光照是怎樣呢 它是將附近機械縮小 成為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所以照到晶圓表面的話 它只會變成一個晶圓表面的一個蛋 一個相當快的 一個相當快 所以你看到我們現在的晶圓 上面有很多個晶圓有沒有 每一個晶圓其實就是一個被縮光照 吐下去之後會萎縮成一個晶圓的大牆 所以你要鋪滿整片晶圓的話就要鋪好幾次 就要鋪好幾次 就要鋪好幾次 這每一個圖案就是一張光照 每一個圖案就是一個光照的圖案 然後透過剛剛講的 投影式被縮光照的原理 照到光照之後 光照的圖案會縮小到這一塊 所以每鋪一次光 它就只會完成一個半夜曝光 那一顆晶圓上面有 這麼多個代表就是 可能要鋪個七八十次以上 那直接接觸的濕光照就是鋪一次整片的結束 背書濕光照就要看切顆是多少的蛋 你切顆的帶的數量 你切顆的帶的越小顆你就會鋪越多 那蛋越大顆 你曝光的次數就會越少 這樣子 所以這種的話 如果是這種的話 它就需要搭配什麼 你曝光光曝曉得這麼小 那請問你要曝光下一個點的時候 你要就是要呈ân 這部 Design 我曝光下去 好了之後 我要曝下一代 可是我說是這樣子附 這樣附 請問我曝光的時候 曝光後 曝光後 grid 移動嗎 還 是微動 因為光學機台是一個很敏感的系統 我們都知道光嘛 你只要快一點它可能就會跑掉了 所以一般在移動的時候會是什麼呢 光源都是束縛在這裡 但是WAVER會移動 WAVER會這樣子之後它往旁邊移動一格 它就往左邊一格就附著 再往左邊一格就附著 所以在附光的時候光一直在打在同一個點 是機台的底座會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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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移動 平平靜的一格然後再動上去 就像打字機一樣 那這個承載機台的基礎 要一個一個移動的 這個機器叫做步進機 Stator 因為它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移動 因為每步玩一個點它就要移動一個 每步玩一個點就要移動一個 那這一個需要移動的這個載具就稱之為步步進機 S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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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or就是步一步一步步的步進機 那之所以需要用步進機就是因為我使用的背脫光照 光照上的圖塊已經5比1、4比1或10比1縮小 那你就必須要不然小朋友就要快速就下一次它就要開始往旁邊走一步 往旁邊走一步這樣子 所以步進機是一個非常精密的機械工具 所以需要有步進機 同時光照上就要使用所謂的背縮光照 來對經典的部分區域一個帶進行步光 而光照是有什麼構成呢 光照是一層玻璃透光的玻璃上面固成一層金屬各 所以稱之為各玻璃 而光照上的圖案呢就是怎樣呢 把你上面的各玻璃給移除 移除到留下來的各玻璃那個圖案就是你要擔光的圖案 你擔光靠的是各的這個金屬去擔光 那把各玻璃的地方就是透光的玻璃 就是這樣透光的玻璃 那整個曝光機那個步進機是使用背縮光照後 所以光照上的特徵是會比你晶圓的尺寸大很多 所以光照上的你可以畫的比較粗一點 比較出去可以比較精準一點 比較淡比較精準 然後曝光下去之後就算有誤差 這誤差會被縮小 被縮小成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這個樣子 所以呢 使用背縮光照比較理智做光學的硬體的光照還要容易 因為它的線比較縮 比如說我今天要曝一個 實耐尼的線塊 我如果要在光照上製作實耐尼的線塊 挖得很多好多 可是如果是說一百耐尼的線塊在光照上就容易做 差別在這裡 那為什麼要使用步進機 因為步進機在一次曝光裡面 只能曝光晶圓的一下子跟區域 所以需要重複的曝光 直到整片晶圓都被曝光為止 就需要從步進機 一步一步的變化 一步一步的變化 所以這就是整個系統 光源經過透鏡照到光照 光照的光出來之後 再經過透鏡束縛到這一小個帶 所以他鋪完第一個帶之後 這個平台就要往這邊移動一個 讓他繼續鋪第二個帶 第二個帶在第一個帶的下面 所以鋪完第一個之後這個平台 就要往前移動一點 然後鋪一二個 這樣是不是 整個機器平台就要一直一直抖抖抖抖抖抖 這就是整個步進機 的步進機 所以整個黃光機台叫步進機 今天步進是不是一個載具 是一個載具 這步進機 所以整個步進機是由光源透鏡系統 跟步進器形成的 整個曝光機大家可以分為光源 還有透鏡系統跟護鏡機組合在一起 有些可以看到其實非常的正硬 整個光學系統非常的要很細緻 因為它需要對準 對準最好的校準機器就是利用光學對準 因為光只要差一點 它可以很明顯地計算出來 它可以利用下距長往上算出來 它是否光走的路徑長有不同 所以對準最好用的就是利用光學的原理去做對準 它可以對準到最好的部分 所以對準的部分就會使用雷射 用對準雷射去做對準的做程 反正各位而言 對於我們固態鏡機組合用 我們是使用它 對於製造商人就要了解哪個步驟 因為它要去開發 而對於我們使用製造電子體能來講 我們只是使用它 所以你只要大概了解它的機制跟原理 就夠有光源 光學系統 光照 光學系統 再到製造機器的表面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環節的光源系統 所以 因為整個曝光系統對光源 對機械 對電子系統的精硬度的要求非常大 因為它要很準很精準 一格就死了 所以 因為附近機的在發展的生產中 是最昂貴的機械 最昂貴的機械 最昂貴的機械 而附近機其實後來也會包含這裡面的光源 而光源是一個光光發展會的 非常重要的一項材料 因為它有很多材料可以當附光源 然後這一部分我們下禮拜再介紹 曝光的光源部分 這一部分我們講到附近機 讓各位先了解 整個圍影步驟是長什麼樣 它的概念是什麼 以及 什麼是被縮光照 什麼叫做附近機 接著我們下禮拜再介紹 曝光光源的發展 這一部分就是圍影過程當中 大家開始在講的什麼 G-Line I-Line D-U-B 到現在的T-U-B 講的都是這種 霧光光源的變化 好 好 我們這裡快上到這邊